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少粉丝认为是间接承认走光一事 在直播结束后 古阿莫也特别针对大家谣传他要加盟民众党 以及有意愿投入不分区立委选举 曾经说到因为自己目前真的太忙碌了 完全没有参选的意愿 机会就留给更适合的人 最后更强调民众党只是直播上合作 后续没有提到选举的事 而自己最近的重心也都放在拓展越南公司的发展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